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下午去到爆炸現場附近視察 說一定會追究責任 也會一視同仁為犧牲的現役和非現役消防人員的家屬提供撫術 李克強在下午抵達爆炸現場附近視察 聽取官員被報情況 他和隨行官員全程都沒有戴口罩 也沒有穿上防護衣 他又去到被劃為臨時收容居民的開發區第二小學 探望被安置的民眾